等一等 大家要留意港澳用來的環節 我們有輸送 送多少本呢 嘩 好厲害 10本 嘩 10本 價值380元 一本 價值380元 厲害 好壓力 好 玩具TV第19季第7集 嘩 撥一下頭髮刺激 好 這次我們每集都有介紹這件東西 Nino Blocks 這次小弟主打 首先在這裡名謝莫太 因為有很多都是他幫我研的 可以看到 或者麻煩 對 鬆鬆 近一點 這次要介紹的就是你的年代 未見過 其實我不知道是甚麼 Nino Blocks 如果純粹說把這個還原度最高 一定是他 一定是他 好 厲害 吃鬼 另外一個就是 我其實也不敢說 如果真的 所以 觀眾知道究竟 PACMAN比較老 還是SPACE INVADERS 比較老 都不妨在下面 通知我們 我相信也不相差多少年 應該差不多 SPACE INVADERS 沒錯 我覺得也是 既然他老一點就先說老一點吧 好 看看這四件東西 其實我本身沒有記錯一些百貨公司 都可以買 而且好像是一塊水不用 嗯 分享一點點 即是那時年輕人 其實就著亞達利 我記錯亞達利 沒錯 那時真的有出過這個SPACE INVADERS 1978年4月1日 PACMAN呢 PACMAN 大價了 襯側巾的字典在搜尋 1980年5月2年 對 果然 看回老一點 本身也看到這些 當年其實沒有顏色 後來有些重製 就變成了一些色彩 大家也可以看看 我覺得NANOBLOX 它推出這個系列 是可以完全將當年 你玩的SPACE INVADERS NANOBLOX的怪獸 完全重現 還要有透明件 其實說砌 不算很難砌 不過它本身真的有些件 就不算很實 所以其實腳位 要站有少許難度 但為何它只有一些怪物 為何沒有主角的東西 那架飛機呢 擺明是要困你買第二盒 哦 錯錯錯 不過我又想到 只是出過主角的飛機 你可能自己砌都可以砌 那倒是 它用碎件五眼六色 就自然能做得到 看到非常可愛 你問我真心 記不記得如何玩這個遊戲 本身它下面有架飛機 只是左右移動 就是有些範圍 就是保護自己的 那這些怪獸就不斷拋掉 在頂上 對 不斷拋掉 不斷拋掉 然後在上面 計算它的軌跡 便會射射它 砍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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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砍 都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多一句 足夠水 大家高興的 其實我又想說一點 你既然不打算拆散砍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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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的 本身大家看到現在的Dore Mi 花酥 其實是三件產品 有食鬼機 有食鬼加葡萄 還有這兩隻 鬼仔 拉高一點 都看到它的名字 我現在才知道它有名字 Binky & Inky Binky & Inky 大家以後就不會記錯了 但好像還有兩隻鬼 對 我記得是四隻鬼 對 怎樣也好 玩一下Binky & Inky 其實造型是非常可愛的 它好像是否走的時候 它的眼睛會左右 對 沒錯 它這次本身兩隻東西都很類近 後面 要組裝到有東西 不複雜 始終我們現在介紹的Nino Block 都不是一些很深 很高 Level 五粒星 因為這套是單色 真的不難 對 因為本身也有提及到它的難度 這個只是兩粒星 對 還有為什麼它沒有出那隻 被食鬼吃完那隻 對 哇 紙紙紙色 好衣服 你覺得它還未出完 我覺得應該會有 好 接下來當然是介紹主角 主角 這個 非常之可愛的Patman 和Cherry 有名的Cherry 但真的 看到Cherry的造型 又是完全把當年的Pixel 表達出來 這個還原度是非常之高的 其實這兩個可以自己加深思 把鎖匙扣出去 其實在這頂位 自己轉了轉洞 已經完成了 對 很可愛 看到Patman非常精緻 眼睛和口都完全在現 有深思的佈局 做了一個很漂亮的Curve 看到整個食鬼的形狀 就出來了 一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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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 要介紹的 就是我自己最喜歡的 Patman 機 焦點嗎 差一點點 看到其實它除了組裝出來之外 它本身也有五張貼紙貼紙 所以它因為有貼紙貼紙的關係 它是比其他組合更穩妥 有螢幕、兩個按鈕 以及本身的螢幕是斜的 裝了的時候 其實這裡也有少許鬆 但貼紙貼紙貼紙之後 反而整個就緊張了 那兩個是入線洞嗎 不是 不是 純粹是有兩個洞 沒有關係 對,以前是在前面入線 沒錯 但這裡沒有特別做到那個洞 你可以自己畫上去 這個是多少顆星 這個可能是一顆 都是兩顆 難以到是兩顆星 所以讓小朋友砌也好 讓大朋友消磨時間也好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它本身的螢幕是一張貼紙 對 很棒 所以我最喜歡這一個 畫面可能比較難看 但有張貼紙 正在打擊吃鬼驚 好 接下來 首先要謝謝Walker 她現在很努力地修復另外一個系列 這個同樣地我要再重申 我非常感謝我老婆 因為她這裡 我想也組了大部分的 我的英雄學員系列 這個難度有多高呢 其實你問我這個 她說是簡單的 但其實我覺得是比其他都難 為什麼呢 我還未介紹她們這六個人物之前 都想說一說 因為她本身的角色是非常細粒 她不跟上次介紹的鬼滅 鬼滅的模型 公仔大很多 精細很多 但是這六個 細粒 藍棋 送 變成裝組的時候 是有很多問號出來的 所以反而你問我 我覺得這個組裝更難過其他系列 我想你去認她 也要花點工夫 是 坦白說 她的件數是比較細 而且尺寸是細粒很多 所以 很難將本身主角的特性表達出來 變成你真的有需要 是用你的想像力去看看究竟是哪個角色 好 我們現在看看究竟大家認定到了 好 你先拿著這幾隻 沒問題 好 首先我不說主角樹 一開始 如果大家有看過我的英雄學園最新的一季 都會愛上這個角色 我很肯定地說 你都會愛上它 是 Fulcon Number Two的英雄 自從這個 All Might 退下火線之後 他就成為了Number Two 也是一個無間道中的無間道 至於他怎樣去吸引大家的眼球 覺得他這個角色這麼受歡迎 跟他的性格很有關係 不過不多說了 有機會再跟大家介紹 你會看到他最大的特色 就是他的眼鏡 或是透明件做出來的眼鏡 以及後面這雙翼 都可以完整地做出來 照顧這些頭髮 你看他前面 零零細細勾上去 他都用了兩件件 兩件去做出來 所以這個Fulcon 我覺得 有多突出他本身的角色 然後 我自己覺得最像的一個角色 蛙吹梅雨 那 你真是說他像什麼都可以 其實你本身也有一句 就著這些Nino Glocks 他要把角色的一些最大的特徵 表達出來 是 但是 都是那句 你這麼小顆 你又是有點難度 你見到本身 蛙吹的標誌是什麼 第一 就是他的計 第二 就是他的舌頭 我明白 所以 整個角色 都能做出他的樣子 當然就著他的戰鬥服 也有綠色或白色的配搭 都好像Pixel 表達出來 所以都可以的 老實說 如果這樣看 當然你問我猜他是誰 我猜到的 但是 真的 要有少少想像力 你看到 就著本身的件數很少 所以 變成 Number One Hero 他這個造工 是用了大量的透明件 我著重的都是頭髮 好像在爆氣 對 爆氣 對 無論如何 喜歡的 就多一點想像 想一想 應該是這樣想 我再次感謝我老婆和Walker 好了 跟著的就是他們的班主任 抹燒頭 真的只有大火 看到他的最大的特色 應該是灰色的 叫做頸巾 是頸巾 像不像形象去到哪裏 就真的靠你自己的想像力 你問我呢 最理想的尺寸 尺寸 是像我們上一集 介紹的鬼滅 鬼滅的尺寸 對 那是最精彩的 那是最精彩的 其一 其二 始終都是因為你這麼少 很難把角色的角色表達出來 而且很實正 很多件的時候會實正 你這個連棋都難 老實說 所以你如果要它站著 因為它有多些組件 有些屍體組件 你可以砌一條尺 砌尺 砌尺 這個也叫做尺 切到銳兒郎 熱血藍 當然本身它的性格就是 硬化 個性是硬化 遇硬就越硬 角色我是喜歡的 但是 都是那句 你看到它的頭髮 其實我都覺得 它已經很努力地 將這個切到的形象 表達出來 但是它的牙齒 始終都沒有很詳細 除非要用Sticker 才可以表達出來 但是頭髮 我覺得是合格有餘 喜歡切到的這個 其實我都覺得是不錯的 最後最後最後 終於介紹到廢狗了 綠谷出狗 看到它用這個 英雄爆地式的表達 我相信這六隻來說 是最精彩的 最異形的 看到它的頭髮 髮型 還有用Nino Blocks 有不同顏色配搭 手襪白色 鞋黑色 等等等等 都是很精彩的 重現出來的 眼睛其實用了黑眼眉 和綠色的眼睛 變成整個廢狗 真的可以用Pixel方法 但如果表達出來 我相信也確實是這個 完全做得到 那德哥有哪一種出自理手筆的 切到 Fourcon 抹消頭 另外一些食鬼 厲害 這樣 多一句 等一下 這個剛剛 應該留了一點點 對 手和腳 我先補給你 我先補給你 說多一點 其實砌Nino Blocks 對於培養小朋友砌的興趣 和和女朋友或老婆 去提升感情 是有幫助 真的 比那些什麼藥 什麼藥 就是什麼 我不知道 不知道 兩夫妻在這個寧靜的環境 聽著音樂 去砌Nino Blocks 是真是一個不錯的方法 完成了 終於有手有腳了 好 今集 先玩了這麼多 我們繼續會有很多好東西 接著是否黃有朗 都 轉頭見 轉頭見 好 好 原來 這可能是 這可能是